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人员同步 杨天迪 今天是7月11号 礼拜四 台股在今天是开高走高 当然美国股市上涨是主要的原因 不过我们从今天的架构里面看到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昨天已经大涨 今天的台股能够持续往上涨 代表什么 来真的 为什么说是来真的呢 这是一个量价齐阳的多方架构 你回头想一想 这是不是今天成交量放大 量价齐阳的多头结构 而且我们站回到时日线之上 放大给你看 这条线 这条咖啡色的线叫做时日线 我们现在已经站稳在月线之上 而且站上时日线 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多头节奏 那之前跟各位谈过这叫做什么 向上整理 所谓向上整理就是高点更高 低点更高 所以向上整理完之后 现在就是新的一波开始 那这个新的一波开始 它的主流在哪里呢 它的主流在哪里 这才是重要的嘛 对吧 我想目前来看的话 很多人还逗留在以前的观念里面 那很多人跟我来讨论散热 我不是说散热不好 我不是说散热不好 这个包括了太朔包含了3017的起洪 其实我还蛮看好起洪的 我非常看好起洪 那将来杀回来再说 我为什么去谈这个东西 我跟各位谈 你看这一波的主流叫散热 对吧 太朔拉了一段 休息之后这一波主流 在6月启动的这波主流也是散热 当时讲的是这个所谓的三星的 三星供应链 有没有 三星的海外市场 这个三星会抢下华为手机的海外市场 所以当时走的是这个观念 所以他们在走的这一段期间 他不叫人气 你看那个成交量就知道 有没有 人气股的结构之下 那个量是非常大的 当这个量非常大 代表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在里面当冲 另外一件事情是想上车的上车 这样的结构大家理解 所以等于说 就散热的股票而言 其实想上车的已经上车了 除非你有更大的能量去推升它 那我认为短期间没有 我认为短期间没有 所以相对来讲 泰硕是打入三星的手机供应链 散热供应链 所以它变成 记不记得这也是上一次 我包纵股送给你的 上一次不是送给你 端午节送给你资料吗 我送你的三档股票第一档就是泰硕 当时这个是端午节 端午节后开盘的这一天 有没有发现我在买的 我当时选择给你的时候 并不是选在高档 我是选在低档给你 有没有 这是我选出来的时候 这是送给你的时候 好 当泰硕已经涨了一大段上来 也就代表的 它的人气在六月份已经用完了 那你七月份还要再来一次 但是那除非你有更大的力度 我刚才谈到 我刚才谈到 你手机散热没有什么效益 要么就来基地台散热 对吧 它是中心通讯供应链 可是目前看起来 基地台散热并没有那么强 所以我认为散热族群 没错 它是中时户的最爱 它也是原主流 但已经不是现在的主流 同样的 3037的星星今天很强 没有错 可是你看 它前一波在三月份 不是拉一大段吗 然后六月份 也开始拉一大段 有没有 跟那个 跟散热一样 等于六月份的主流 是在低价PCB 跟散热身上 低价的散热跟低价的PCB 就是泰硕齐鸿 跟星星南电 这四档是所谓中时户最爱 可是六月份 你硬成为主流之后 你的成交量就不会差 就不会低啊 你的成交量是很大的 成交量很大 该上车的已经上车嘛 那星星更惨 我为什么说星星更惨 它没有任何的 其他的效应可以去做 除了苹果供应链 华为供应链 就手机供应链还OK啦 但手机供应链里面 我宁可去选那个 大家还没上车的嘛 对吧 这就是我用另外一档个股 来跟各位来谈 我在包仲谷里面第一档送你泰硕 第二档送你什么 8086红杰科 对不对 我就用红杰科跟文茂的例子 来跟各位来谈 当午节是这一天吧 我大概送给你的时候 大概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送给你的时候 大概在这边盘 有没有 后面喷出去 为什么它会喷出去 我当时用了一个 华为的PA 拉货 来跟各位分享 六元营收肯定好嘛 我冒着六元营收 跟同杰科六元营收肯定好 为什么 因为华为在六月份拉货嘛 当初华为不是 我有跟各位谈过 当初华为 没有被解禁之前 它是不是有90天的宽限期 它为了在这个90天里面 要要赶快建立它的这个 这个供应链 那个库存 所以它拉货非常急 所以六月份营收一定非常好 那为什么红杰科后面的爆发性 这个从 我送给你的时候 大概50块左右 今天已经来到将近75块 已经涨了快5成 它为什么爆发性会比 吻帽来得更强呢 吻帽如果同一个时间 涨上来幅度就没那么大 因为法人在吻帽上面已经布局了 可是他没有在红杰科上面布局嘛 所以最近你看那个法人就知道 他买红杰科买得非常用力 那就是法人在布局 好 好 这就是为什么红杰科的波段涨幅比较大 好 这也是我在包纵谷里面第二次送给各位 所以呢 我刚才谈到啊 我说如果大家都上车了 包括法人 他的波段涨幅就不会这么大嘛 但是如果法人没有上车 他要建立仓位 他的波段涨幅就会比较大 这样理解吗 所以相对来讲 我认为低价的PCB或者散热 在短期间不容易成为主流 是因为该上车的已经上车 不管你是大概法人 我讲法人好了 法人该上车都上车 更何况现阶段他就不是主流吧 真正主流在哪里 看不出来看K线 喷出去啊 7月份的主流在低润 对吧 啪啪啪啪喷出去啊 这个是除息缺口 完全填息 好然后呢 旺红 创波段新高 有没有 创波段新高 好 然后 8299群年 这个是除息13块啊 创波段新高 好 完全更厉害 完全更厉害 我不完全的话 也创波段新高 好 这三支股票代表了三个产业 这三个产业 三个次族次产业 它同一个名称叫做记忆体 好 记忆体分三个次产业 一个叫低润 以南亚科为主 一个叫No Flash 以望红为主 第三个叫Name Flash 以群年为主 好了 所以真正的主流 7月的主流 不在散热 也不在低价PCB 而是在什么 在记忆体 对吧 如果你回头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那这一次的资料送给你 不是有一档记忆体的股票吗 对啊 我不是挑了一档记忆体的 旺宏在今天创波段新高 好 在今天不是创波段新高 创波段新高是什么意思呢 你拿到资料之后 你买进去 你都赚钱 因为今天旺宏创波段新高 也就代表 你拿到我手上的资料 你买进去旺宏 那你基本上是赚钱 好 这是我跟各位分享 就是你会发现到 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主流 原主流没有必要逗流啊 因为以前的主流 它过于过度人气 这个过度人气 所以很多人上车之后 那基本上 当大家都上车之后 再往上拉抬的空间 就会比较有限 短期会涨 长期就不容易涨 去年的3月份主流是谁 去年3月份主流叫被动元件 你现在在买被动元件 你是不会涨的嘛 你了解到这个方向之后 你就知道 原来新的主流已经起来了 好 那我们就往新的主流去走 NEMFASH 多头的结构有一个特色 叫做强者恒强落后补涨 群联涨上去了 你说那群联涨高了 你不敢追 没有关系啊 强者恒强 它叫NEMFASH 强者恒强 落后补涨 我的仪顶在今天串起来 你没有 串起来 刚完成底部结构 今天拉出第一根红棒 NEMFASH 存储型的快散记忆体 NEMFASH的报价 不是群联说什么停止报价的 那不管如何 当群联上去之后 买在对的产业剩下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我一次跟各位分享的一些观念 那什么叫对的产业 现在记忆体就是对的产业 好 当记忆体上来之后 我们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它叫做半导体 对不对 记忆体 我刚才谈到记忆体是半导体 罗基IC也是半导体嘛 所以半导体里面 今天不是台积电往上跑了吗 好 台积电上来 第二季的财报 优于一起 胖上来 台积电上来 跟半导体相关的呢 会不会动 我的力望在今天 涨上来了 没有涨很高 我们除了8块钱的席 我218块买的 所以我的成本变成210块 好210块 现在今天已经来到了380 9成 我获利已经达到9成 我还没卖 这个基本上还没卖 那同样的 当力望上来再细致财 那我另外一档 M31怎么会不动呢 假设力望叫强者很强 这个已经算是强者很强了 它破断位积很高 我买来这个位置 218 我除了8块钱吸收成本变210块 我210块的力望 涨到了380块 最高来到了将近400块 现在还有375块 是不是相对波段位积很高 对 这叫强者很强 那我的力望 我的M31不就在低档吗 我参与了7块钱除息 所以我的成本 最低的成本降到了275 好275 275的这个 这个 这个M31今天来到294 好 我当然也有买到290几的 所以后面这些 这我来讲300块以下都OK 那等你往上跑就好 强者很强落后会补涨 如果这样的结构会成型 那我们要做的部分就是 找到正确的产业 买进去就可以了嘛 好 所以我想你把产业研究透彻 你自然而然能够在市场当中 赚到基 这个所谓的赚到利润的一个结构 所以研究产业是非常重要 买在对的产业剩下只是时间问题 好 谈到这个产业面 我想应该杨老师是最厉害的 好 那讲到这件事情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高中有一个同学 我们同班里面 有一个同学非常厉害在数学 数学非常厉害 那每次数学老师来上课 他老兄呢 就闭目养神 就闭目养神 闭目养神 然后呢 这个数学老师知道他很厉害 知道这个他在听他在讲 所以当这个同学 我这个称之为学霸吧 我这个学霸的同学 当他眼睛一睁开的时候 老师就会知道 可能他在上个阶段 讲错了什么方向 可能哪一个部分他讲错了 很厉害吧 好 有些同学 有些我们那时候的 有些同学真的非常厉害 那 当他眼睛睁开 老师就知道 可能老师哪里讲错了 不过呢 我也不遑多让 我跟他平分秋色 好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老师就知道 时间到了 该下课了 所以我们不是同一个集数的 但不管如何 我们要去做的一个方向 就是把未来找出来 如果可以把未来找出来 我们自然而然可以知道 他的一个结构 就好像很多人跟我讲说 这个杰利利利多出境 我从来也不相信这种事情 我买来这边吗 我不买在这边吗 你回头想想 我买在107的杰利 今天来到119 我是不是一张赚12块 当我立于不败之地 当我确认这个产业是对的时候 后面就是第二次的上市或加码 我要不要去做而已 所以不管杰利或大宗 莫斯菲Q2是进入库存调整 再告一段落 第三季进入旺季 他们的股价没有理由不会涨 所以当你跟我讲 很多人跟我讲说 这个叫利多出境的时候 这根长黑 你就是简直是看着股价 来去说未来 我是看着产业看未来 不是看着股价的波动去看未来 所以我常在讲说 这个市场其实耳鱼我诈的事情非常多 那你要怎么去避开这个耳鱼我诈 买在对的产业 剩下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我想目前来看台股的变动 当然我莫斯菲最近没有涨 但是我们获利当中 我们就报的就好 Nanfesh的部分 宜鼎终于上来了 那就看看130块 这边的压力可不可以过 如果不会过就获利下车 如果可以过就续报当中 同样的 有些股票当我们买在低档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动作很简单 抱它一个波段 对吧 今天我的耀花创波段新高 你不要看那个涨一点点 你不要看它涨一点点 我的耀花创波段新高 好 创波段新高 好 来 我买在哪里 我买在这边 对 那你看看这一段是不是涨一大段 我也在这边推荐给你 对吧 我也在这边推荐给你 然后股价是不是大涨上来 从18块一路涨上来 好 涨到22块半 虽然看起来你赚的钱好像 只有3块半 4块 好像不是很多 但我跟各位报告 它就是一个波段 慢慢一直往上走 在长多 这叫长多的格局 长多的格局 你要做的动作只有一个 把股票报了吗 那我为什么买耀花 我当时推荐给你的时候 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TWS 真无线蓝牙耳机 AirPods 耀花是打入了 苹果的AirPods的供应链 那蓝牙耳机不是未来的趋势吗 所以你会想一想 我没有听天讲耀花 但我们买进去之后 我一路报到现在 我的基本仓一路把它报到现在 为什么一路报到现在 因为我知道我买的是对的产业 买在对的产业 剩下就是时间的问题 我等你喷出之后 我才来考虑要不要获利下车 好 等你喷出之后 再来考虑要不要获利下车 所以我想怎么样去操作 这才是关键 我买在这边了好 好 买在这边 所以相对来讲 你怎么去看未来的结构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 好 那最近我在布局一档股票 这个最近是什么旺季 你不要再管那个什么 怎么散热PCB 我要你管的一个方向在哪里 现在是什么要 入了什么旺季 台积供应链绝对是旺季 对吧 除了台积供应链之外 还有谁入了旺季 苹果派吗 好 苹果派 你可以看到 这个入旺季的股票 就是这么厉害 瑞宜半个冲上去 苹果派是旺季 那我的台郡也不遑多让 也不遑多让 虽然少 也慢慢的涨上来嘛 也慢慢从这一次的低点 大概在83块多 加近84块 也慢慢涨上来 没有什么喷出 所以你基本上留的就行 好 没有喷出 我基本上留的就行 因为现在是旺季的效应 好 除了苹果派之外 那你还要怎么选 我再给各位一个观念 我今天有布局了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我把它取名为 白牌基地牌达人 我再讲一次 我今天布局这档股票 它是在盘下 今天大盘大涨 我去买盘下的股票 我买的是产业未来 所以你押回来我就买 这档股票 我把它取名叫做 白牌基地台达人 好 我把我的重点 如果你说我会员 就知道我买什么 一般会员 那一般会员 我买的这档个股很简单 我买的理由 我讲给各位听 它既是苹果派 好 既是苹果派 又是什么 又是基地台 又是基地台 而这个基地台是从无到有 就是它本来不是这个供应链 但是它的子公司打入了这个基地台的供应链 在白牌基地台里面 那将来会取代微型基地台 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网通股里面 有很多是跟中国大陆的这个 微型基地台相关的 要小心了 会被 我布局的这档白牌基地台达人 会被它取代掉 这个换句话说 我已经知道产业面的利基点 所以今天押回来在平板下午进去买 好 那对 我们买的时候 就在我们买的成本附近 所以还没有办法公布给各位 可是你注意到 我买每一档个股 都有它的利基点 都有它的本身的特殊性 好 那我不买没有特殊性的股票 譬如说了 今天苹果派其实算蛮强的 确实有一档苹果派往下跌 可曾 可曾做什么呢 饥渴 苹果的苹果产品的饥渴 有没有特殊性 没有 好 跟它相关的有谁 5264的凯胜 有没有 5264的凯胜 2354的红蠢 都涨 毒毒可曾下跌 我为什么强调这个观念 因为你没有特殊性 你就是饥渴 我们清楚的知道你是做饥渴 所以你的获利很稳定 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爆发性 可是你看我选择的这一档 台郡 它是软板 软板也有很多 软板股不是只有台郡 曾鼎之外 还有加联益 还有其他的软板 像景硕软板 那为什么独挑台郡 因为它的5G天线 是主要的供应给苹果的产品 而这5G天线里面 NPI为主要 这个台郡是以NPI为主要 那NPI要取代LCP 所以你现在了解到 我买一档个股 我不是所有的 苹果供应都跳进去买 我一定买它的特殊性 2367的耀华也一样啊 耀华今天的走势 不是没有2402的一加来的强哦 对 但我为什么买药 因为它是无线蓝牙耳机 它的特殊性是别人不能取代 当你了解到这样的方向之后 你自然而然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会找到机会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大盘的结构起来了 好 我们确定多头的方向出来了 但剩下是怎么样去选股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这样 每一个产业 它进入旺季的效应的时间点不同 当这个产业进入旺季之后 我们挑它的特殊性 然后我们自然去做布局的动作 我会带各位来做 欢迎各位跟上我操作的脚步 先接受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